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把Word文件传送到PowerPoint Word里面的标题字放到PowerPoint这边 那我们接下来在PowerPoint这边呢 PowerPoint我们可能要请大家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例如说我现在以第三页 或者是说我现在我们来去看这个第三页好了 会议管理篇有如何有效的进行会议邀约 好例如说我们先把一些就是复杂的字或形容词删掉 例如说其实会议两个字也可以删掉 好会议管理篇如何快速制作来宾名牌与立牌 然后简报中那个记录笔记记录笔记 然后如何将会议中的代办工作 所以重点是在讲代办工作 还有会议记录与参与者 就是说应该是说如何快速分享 好现在这些都是重点 就是简报里面简这个字 它主要是在讲很简单的一个设计 那滑鼠右键呢 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转换成smart 转换成smart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假设我选择这一个方式 然后稍微变更一下颜色 为什么要教这件事情呢 主要主要是要告诉你说 快速的可以把文字变图示 可以吗 这个叫做转换成smart 可是还没结束 这只滑鼠右键你可以快速转换成smart 对不对 好等一下我会希望说 在这里面要告诉你 它除了这件事情 你可以做两个smart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好那就麻烦请你们 这边会议管理篇 是不是可以做成这样子 第一件事情 是不是先简单的修改文字 直取重点 取完重点之后 滑鼠右键 转换成smart 这边是不是有很多种 请你先选择跟我一样的方式 请你先选择跟我一样的内容 例如说我选择这种有箭头的符号 然后变更一下色彩 然后接下来设定 那这里面 这里面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稍微稍微调整 例如说这个代办工作 这个半跟弓中间我会多加一个enter 让它变成上下 还有像快速分享 我会把它变成上下 还有这里面的字 这里面的字 好这里面的字呢 我会觉得变成黑色 先把它变成 例如说或者改成红色 怎么选到这个 点它 然后把字改成 例如说红色 就不是白色 请你们先做到这边 这是第一个 我要请你们先知道说 简报里面 它自己可以做这个图解 可是不止做一个 它可以做两个 好那我现在要教各位 不仅仅是smartart 其实这样子一个简报的内容 给我的感觉 它已经变好看了 至少比原本这些都是文字 好看多了 可是事实上在这个地方邀约 然后文圈与海报 这应该是宣传 所以我会把这个字改一下 例如说叫做宣传 那刚刚是不是文圈与海报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我去插入文字方块 例如说文圈 然后海报 一定要做成上下排列 上下排列之后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滑鼠右键 是不是又可以再做 转换成smartart 我的意思就是说 互相堆叠起来 会变得更好看 而且更容易让主管去理解 那放在什么地方 那放在什么地方 例如说假设我现在转换成smart 然后接下来呢 假设我们今天 今天做层次感好了 做这样子的层次感 然后接下来呢 把这个项目 例如说直接搬到这个地方 好稍微把它放大一点好了 可以理解我刚刚说的意思 就是说这样子逐一的再去堆叠 这样子的话可能会让主管看起来 他会觉得说这样子的内容是蛮不错 如果像这个地方 来宾名牌与利牌 那应该就是那个 假设这边是文件 好一样的做法 在这个地方 假设我们今天就直接复制贴过来 直接把这个文宣改成利牌 桌牌 桌牌 好 大概知道我现在在讲什么意思吗 那如果做好这两个东西 其实还可以 还可以去做 例如说排列 物件的那个先后顺序的排列 对齐 例如说靠上对齐 好 那当然这些东西可不可以改变 可不可以改变颜色 当然可以 你可以自己去改一下颜色 让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变好看一点 随便去改一些颜色 变成另外一个形式的一个呈现 所以我在这边特别强调 我们其实可以做两个 两个以上的这样子的一个 Smart 所以你可能在这个地方 你准备的文件 可能还会有其他文件 就请你再继续去做一下 好 那我想我就两个的Smart 就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 好 那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两个Smart的应用 先行动手出现 三个Smart 妹妹妹什么 下一个Smart